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启动信心的关键 有一本书叫做 《向上思考的秘密》 其中提到一个案例 有一位男士来找作者諮商 这位中原男士看起来很沮丧 一副彻底绝望的模样 他说完了 我这辈子累积的成就全都毁了 而我也已经老得 没办法东山再起 我失去了一切 那作者就对他说 那么我们拿一张纸来计算一下 你还剩下多少资产好了 这位男士叹口气说 没用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作者说没关系 然后就问他说 你妻子还跟你在一起吗 男士回答说 当然了 我们已经结婚三十年了 不管什么情况 变得多惨 他绝对不会弃我而去的 那作者说 好 让我们把这个写下来 你的妻子还跟你在一起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都不会嫌弃你 那接下去你的子女呢 你有孩子吗 男士回答说 我有三个孩子 他们都很棒 作者又说 好 这是第二项 三个孩子都很爱你 那你有朋友吗 回答说 我有几位好朋友 他们都说过 愿意帮助我 作者接着说 这是第三项 你有愿意帮助你的朋友 有问了这个男士 其他的几个问题 然后作者 把男士刚刚想到的 都列下来 有位结婚三十年的好妻子 三个愿意支持你 爱你的孩子 有愿意帮助你的朋友 有良好的健康 有宗教信仰等等 作者把这张纸 放在他的面前说 我觉得你还有很多资产呢 我记得你刚刚告诉我 你全部的资产都没有了 这位男士 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哎呀 我从来没有 从这个角度想过 也许情况没有这么早 是的亲爱的朋友 换个角度 也许你的情况 也没有那么早 这位先生若有所思地说 如果我有信心 或许可以东山再起 后来 他的确东山再起了 因为他改变了 他看事情的角度 改变了心态 信仰发挥的力量 让他克服一切困难 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的生活 就像故事中的男士一样 现在正面临棘手的困难 但是你可以选择 说信心的话 圣经里教导我们 要说我们期待的状况 圣经里有个人物叫亚伯拉罕 他原来是没有儿子的 可是上帝说他会有儿子 所以亚伯拉罕开始改变 他说话的方法 甚至连他自己的名字 都改成叫多国之父 后来他果然成了多国之父 还有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明明是一群软弱的奴隶 可是上帝却说 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 上帝看他们是尊贵刚强的 他们就活出尊贵刚强的形象和生活 我们的神总是说出 我们荣耀得胜的未来 所以你要认同上帝的看法 如果上帝说你得胜有余 即使你不觉得 你仍要继续说我得胜有余 即使你财务上有困难 可是上帝说 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 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 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赤补于你 你必借给许多国民 却不自向他们借贷 只要你继续说上帝的话 继续说正确正面的话 到时候 你必吃你口中所结的美好果子 亲爱的朋友 当你继续照着上帝的法则 活得得胜信心的里面 上帝会帮助你 启动信心面对每个问题 面对一切的挑战 当你改变你的思想 你将经历超乎所求所想的人生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 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 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 就在早安Easy G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